孤立熊他并不是什么黄埔军人 李温忠也不是黄埔军人 既然这两个都不是黄埔军人的 那你来这里插什么杠子的感军何事 何况读了黄埔军校节退讲 基本上连级都很大了 你说会有危害什么台湾完全 那怎么可能 你来到崇敌坦白 我是我崇敌 我们看到616黄埔军校的校信就已经要到了 但是现在台湾的这些老将军们 距离上难关 什么呢 是顾立熊和李文忠他们被交办 被交办就是让这些老将军 尽量别到广东去 我们知道黄埔军校是在黄埔岛上 而在黄埔军校百年校信的时候 是广东 有庆典 那么台湾的凤山也有庆典 而北京也有扩大庆典 我们知道黄埔军人 他们在整个抗战的表现是非常优异的 而且在两岸 等于说都有非常多的将军扮演重要的职位 我们知道大陆上的开国十大元帅里面 有好多位也都是黄埔出身的 换言之 如果要喊起校长来 蒋介石还真的是两岸共同的校长 那么黄埔军人当然就不分两岸了 既然不分两岸了 在庆典上 不管你是要在凤山 等于说凤山是黄埔的奔校了 在凤山庆祝也好 或者是黄埔岛上签祝也好 都是有黄埔军人在一起的 那么照理说黄埔军要要庆祝应该是不分两岸 而且没有什么好分彼此的 因为那已经是一个历史创造 当年孙毅仙先生也就是孙中山先生 他留下了一文一武的学校 一个就里南大学 后来先来叫做中山大学 而武的就是黄埔军校 我们看到这两边其实都有了很特殊的历史记忆 为什么妙的事也都在高雄 怎么讲呢 我们知道广东这边 中山大学是领南大学改部了 而中山大学妙的事也在高雄的戏子宛派 也成立了 那就是1980年的中山大学是由李冠来在台湾 当时叫做服务校 那时候蒋经国还在任的时候 也就是他生前的倒数前七年 那么由他最心腹的众神里冠去把他复校了 那我们看从1980年到现在也45年了 这些年头台湾的中山大学也排入了世界前五百当 换言之两岸的中山大学都一样 进度了世界的前五百当 都是名校 而两岸都有黄埔军校 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历史的巧合 也是一个历史的因缘 两岸的文武都与孙中山先生有的密切关系 而且他发展下来都非常的优质 也就是文武都从孙中山先生那边发展下来以后呢 在整个世界都是发发发的 那么现在要进到世界的角度来看这件事的话呢 老实讲应该是两岸的中山大学都应该做学术交流 两岸的黄埔军校也一样 如果从老将军退教的角度来说 也一样可以做许多的军校上或校友上的文化交流 在这里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更何况现在两岸基本上是走和平融合的路 他不会打仗了 美国不是已经讲了吗 他们要搞AI嘛 照这样的话其实没什么好分彼此 这样一来 那么李文中和顾立雄他们又要干什么呢 李文中跟顾立雄当然希望两岸的将军们啊 最好别在一起 最好台湾这些退将呢就死守着凤山 那妙的是啊 平常他们又不去照顾这些将军们 到这时候人家啊要到北京要到广东去的时候啊 他才有意见 这实在就不是太好了 而且顾立雄他并不是什么黄埔军人 李文中也不是黄埔军人 既然这两个都不是黄埔军人的 那你来这插什么杠子呢 感觉合适 何况读了黄埔军校这些退将 基本上连接都很大了 你说会有危害什么台湾安全 那怎么可能 还有他们在台湾都有家有小的 你认为他又能卸什么机密呢 要卸密也不用到今天才来卸密 也不用在黄埔军校百年校接受卸啊 还要卸不是早卸密了吗 所以啊顾立雄和李文中他们啊倒的蛋 其实啊是为了顾赖清德的颜面罢了 他怕驱了人太多 赖清德那不就尊严扫地吗 这把破话说开来 原来他们是抢着要面子 而不是真的有什么安全的顾虑 更不会啊 在退将里面出现什么样的谍报人员 这真是完全持续勿勇 但是现在他们显然就要用他们退休凤的事情 来开刀 不过要是退将真是决定要去的话 你说把他退休凤全部没收 还是再要回去的 因为在历史的关头上啊 对他们来说 那个纪念的经典意义 绝对比那一点钱要大的太多太多了 感谢你收看